白宫宣布拜登将在美国时间15号 台湾时间的16号 在旧金山湾区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进行面对面会谈 这是拜登上任以来 和习近平的第七次对话 也是两人第二次面对面 距离上一次拜习对话 已经是一年前在巴黎岛 白宫资认官员表示 拜登和习近平的会谈 美方的目标是稳定美中关系 消除部分的误解 并且开启新的沟通管道 尤其重要的是重启军事对话 避免冲突 那么其实从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 到国务卿布林肯 和国防部长奥斯汀 都有向中方表达军事对话的重要 不过北京一直是抗拒的 那么下星期拜登会把沃 和习近平坐下来谈的机会 再试着施压 白宫方面强调 所有美中看法分歧的议题 都会讨论 包括人权 台海 南海 以及美国企业劳工的公平竞争 台海议题当然会占有重要位置 尤其再过两个多月 台湾总统大选 接着还有新旧政府交接的过渡期 再加上美国总统大选 这都意味着接下来 不会是美中关系平稳的一年 白宫资政官员表示 拜登会对习近平重申 美国的一中政策 专注于维持现状 确保两岸和平稳定 也会清楚地告诉习近平 任何干预台湾选举的行动 都会引起美方极大关切 拜登会清楚表明 美国长期以来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 除了在公开和私下 坚决反对中国干预台湾选举 拜登也会严重关切 解放军在台湾中边的军事行动升级 因为美方认为 这是前所未有的 是危险的 具有挑衅的行为 不但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也会引起印太地区的担忧 那么拜登和习近平回味一年的对话 确定在台湾时间的16号 在旧金山登场 这是我们目前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